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小姐她在我们的专栏里问说 她呢身材还不错 肌肉的量虽然不多 但是她持续有在做瑜伽重群 可是她有一个最大的困扰 就是说她那三餐用餐的时候 喜欢配一点酒 那她自己也感觉到说 酒的热量似乎是很高了 她说呢有没有办法 来这个改善这样的问题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国外 医学研究有发现就是说 肥胖的人跟不肥胖的人 两个族群 来观察这两个族群的饮食生活作息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发现有几个问题点 就说肥胖的这一群人 生活特点里面 如果有几个因素的话 大概就是会 落在肥胖的这一群 例如说爱喝酒 然后呢这个睡眠不够 然后爱看电视 这些生活习性 导致这些人容易发胖 那所以 林小姐的观念 事实上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酒的热量的确是很高 我们知道酒精的热量 一克等于八大卡的热量 那我们知道脂肪的热量 一克等于九大卡的热量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在喝酒的时候 事实上等于在喝油 你记住 你喝酒的时候等于是在喝油 那你想想看 这样子把这个油喝下去 烟能不胖 所以我建议 林小姐如果说你希望改善这个问题 你也不要一下子完全不喝 因为喝习惯以后完全不喝 会有一种戒断症候群 就是说一旦不喝 你可能会浑身不自在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能受不了以后又反弹 反而喝更多的酒 所以我建议 渐进式的减少喝酒的量 比如说你原来三餐都喝 那你现在呢 是不是只剩下一餐喝以前的量 那前面两餐先减半量 然后呢两个礼拜以后 再把前面两餐不要喝 只喝第三餐 然后呢最后两个礼拜 再把后面第三餐的酒量再减一半 这样的渐进式的减少 就可以达到这个 把酒戒掉的这个效果了 那这样的话呢 才有可能让你的身材变得更好 更不会有肥胖的这个困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